金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他是我心目中的少黑英雄 我去查了一下 他的土地 这是他的权壮 土地的权壮 房屋没有 因为房屋根本没登记 房屋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房屋 那土地的权壮呢 是多少面积呢 是755平方公尺 各位 一坪等于3.3平方公尺 等于228坪 有一个公寮 228坪吗 你看过这么大的公寮吗 赖清德前天在这里 他说 他要把他捐作 这叫什么 公益 信托公益 那我就说 他这是骗的 三大骗 赖清德的公寮 三大骗 第一大骗 他说 矿区完成居住权的手续以后 他就捐出来 各位 那多久啊 所以我也 秀了我的 这个董事辞职书 这个辞职书呢 因为董事辞了后 董事长就辞了 总经理也迟了 我就说 我只是 没签名嘛 等赖清德 你什么时候捐 忙个蛋了啦 要等到当时 投票只剩下 二十几天了 你还等 等什么 你立刻捐 我立刻迟 我立刻名字 日期填上我就迟 另外呢 赖清德 不是第一次 他之前也在讲 开记者会也在讲 口口声声 什么傀儡啦 保姆啦 用心很恶毒 他想要分化 想要挑拨 派人家也在做什么事 不好 我请问赖清德 请问萧美琴女士 赖清德的证件 是他一个人想的吗 不需要跟很多人讨论吗 不需要集思广义吗 他都会给一个人想 我不相信 那萧美琴女士 赖清德提 提萧美琴女士 做副手 比侯友宜提我还早 那这段时间 赖清德都没有 请教萧女士的意见吗 萧女士都没有提供 什么意见给赖清德吗 那提供了 赖清德就是傀儡吗 那萧女士就是 赖清德的保姆吗 这很奇怪吗 我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的刚愎致用 我仔细去翻过 侯友宜的证件 我提出来的 不到他的三十分之一 他有很多证件 等等我会给他说 给大家报告 我在这边再强调一次 赖清德不要挑拨了 我跟你说 我跟全国的民众报告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他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长 所以才能大赢林佳荣46万票 他将来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总统 谢谢